我們來看觀念二 我們在畫一個數線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向右為正嘛 向右邊這裡我們是正的 所以我知道向右為正 那畫數線一定要標示箭頭 這個我們稱為方向 所以第一個要素叫做要有方向 第二個你一定要有圓點 這個稱為0 這個叫做圓點 你要有方向圓點 再來呢 不是負數 這個叫什麼 1點1點 這是不是叫單位 是 1 2 3 往左叫負1 負2 所以這個叫做圓點方向 還有一個叫單 單位 單位長 哦 是是是 是是勒 好 圓點方向單位長 這個是數線三要數 好再來 如下圖我們要寫出 這邊ABC珠代表的點 最難的是珠點 珠點多少 珠點多少 珠不就是2嗎 對啊 想那麼久 你說最難的 想最難的就信喔 再來C點 你看C點它分成了幾份 1 2 3 4 是不是有四份 四份裡面的第幾份 它是0.75嗎 停停停 我們用分數 先不要給我用小數 它是四份裡面的第幾份 第三份 所以它叫做四分之三 懂嗎 我說盡量不要用小數 因為國中比較少出現小數了 再來B B的座標叫負1到負2之間 所以它叫做負1右 2分之1 對 是不是2分之1 這個亂猜你應該也猜得到 負1右 2分之1 那A點呢 A點在負3跟負4之間 所以它叫做負3右 幾份 3分之2 對 3分裡面的12 是不是第二份 對 所以它負3右 3分之2 OK 好這個是立體的部分 所以下面的觀念 我說如果我們要列出1.8的時候 我要把1跟2之間分割成幾等分 應該可以分割成四 五等分 五等分 為什麼不是十等分 十等分有一點多呢 因為1.8叫做1右十分之八 可是它可以約分 叫做1右五分之四 四 所以它只要把1跟2之間分割成五等分 下一個 如果我今天要標示出4.75 4.75叫做四右一百分之 75 也就是四分之三 上下約分 除以25倍 除以25倍 這裡是3這裡是4 所以它等於四右 四分之三 分割成幾等分 四等分 而且是四分裡面的第幾分 三分 第三分 對 好 這個觀念完了之後 我們把最後一個看完 好的 常用的小數換分數 因為八分之一跟小數常常會遇到 那八分之一的小數是多少 0.125 0.125 好 這個你國小有倍的你就 再複習一遍 0.15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把1去除以 把0.0 那我們寫一次 20 28 16 45 5 所以0.125 好 那八分之二是0.125的幾倍 2倍 八分之二是不是叫做八分之一的兩倍 對 所以它叫做0.125乘2 其實就等於0.25 0.25 八分之三是不是1.25的三倍 對 所以自己乘叫做0.375 再來八分之四就是它的四倍 也就是0.5 八分之四就是二分之一啦 是 它是0.5 再來八分之五咧 是0.125的幾倍 五倍 所以叫做0.5倍 所以叫做0.5倍 叫做6 二 五 八分之六是0.125的六倍 0.75 八分之七是它的七倍 叫做0 0.85 把這裡有印象齁 再變 八分之一是0.125 0.25 八分之三 0.375 八分之四 0.5 八分之五 0.625 八分之六 0.75 八分之七 0.875 好 這個要被